是 让我喝醉每天跟他嘻嘻哈哈的 还又会 你呀 这是把那个叶佳辉当成情敌了 怎么着 各回各家了是吧 以后不要再给阿姨送天明 没有用 都不及 行 那下次你来的时候 该是有用的 我也找找见识 我没问题 拭目以待 你以后是不是找河顿还有事啊 但跟你也没有关系 倒也是 你找河顿还要提前联系 我直接回家就行 喂 晓妍 气死我了 又咋了 我这刚健完身 不是 兄弟 我问你啊 你说这男人里边是不是也有狐狸情啊 你说啥 我觉得我就遇到了 他有事没事就去河顿家里给人家妈先引擎 今天给人扎针灸 我就奇了怪了 你说我给阿姨买点东西 我用得着他一个一个给我评价 全给我扔一边了 说都不能用 而且你知道吗 我看他那个眼神 我真的觉得太奇怪了 他总给人那种 笑里藏刀的感觉 你知道吗 让我喝醉 每天跟他嘻嘻哈哈的 还又会 对了 他们俩还住在一个院子里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别说了 你呀 这是把那个叶佳辉当成情敌了 什么情敌不情敌 就是看不惯你这种人 兄弟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你就像跟贺栋刚刚新婚 然后跟我这抱怨 他是一个不着家的渣女 这跟贺顿有什么关系啊 三句话不离贺顿 你说呢 你前开意是什么段位 能让你这样上喘下跳 火急火燎 那除了工作上的对手 那就是你的情敌 你跟这个叶佳辉 除了贺顿以外 朋友圈还有谁有交集啊 贺顿他妈算不算 最近你特别想找谁聊天 说话 而且特别想得到对方的反应 你也不好好想一想 现在你可是除了贺顿就是贺顿 他身边要是有别的男人 你敏感的不得了 那天我跟你说 他就是高中跟我表白的那个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对我的吗 这事我必须得澄清一下 高中那事真是个误啊 我觉得贺顿他作为同事来讲 没有必要让你这么担心 要不然你就这样 等到他什么时候 跟叶佳辉好上来呀 你就用不着这样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了 对不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跟谁 不可能 叶佳辉 跟别人生气 挂我听话干吗 不 你 住在 别人 好 不 别人 你 不